主席各位宣進 請一下法務部的次長還有司法院的副秘書長 兩位一起 請次長和副秘書長 委員長 兩位長 這個當然在指引之前 我這個今天題目其實就是一條很簡單的一條 這個是這樣子我想尊重主席 不過建議一下能不能像這樣的案子 因為多拍兩三個吧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我們司法委員的委員大家這麼認真 這拍一點點 而且你的這裡面是德 基本上大家不會有太大意見的 能不能也有機會再多拍一兩個人 我是建議 建議這個當然最好是尊重主席的才是 那麼 我想今天談的是等於類似父母之間或者離婚 或者不和或者吵架或者任何的理由 然後在搶子女的監護權 這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法務部剛才這個羅部長報告了一下 法務部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叫做照護的繼續性原則 就是現在是在誰那裡 基本上法官就會判在誰那裡 司法院的長官我們老實不客氣講 司法院的很多的很多很多庭的民事庭的法官 對這個情況都不是那麼瞭解 年紀也輕 反正看現在孩子跟誰就給誰 基本上都這樣子 你可以看太多太多例子都這樣 所以會造成怎麼樣 造成先搶先贏了 誰先搶到了 所以剛才就提到了 有人把他帶到國外帶到哪裡去 先搶先贏了 是不是 然後你們這裡原來講的說 我們要叫做一個叫做社工人員 社工人員的仿視 大家都知道這個做我們比賽 做我們比賽 而且要去以前要通知 打電話講 什麼時候去看你 哇快點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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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離院病病病病弄弄弄的很乾淨 然後什麼等等的 這個我們都看得到 像這類的情況 其實我就請教兩位 對於真正情況的了解 因為你們訂出這麼多的原則 來提供法官要判給誰 這麼多的原則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 除了社工之外 今天主席這個到很好 他提案是很好的 但是得 他說得 我覺得就把他嫁進來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要有一個家事調查官 這調查官 就要什麼 用一點最近很流行的監聽的手段 對不對 去監聽 對不對 或者是非正式的化妝什麼人 去了解 給高一點 有沒有道理 來知道 監聽或者針孔都可以 去瞭解 去瞭解 真的瞭解 是什麼情況 What's going on 這個小孩子到底 平常會不會被虐待 被人家修理 什麼之類的 你都不知道 一無一傳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平常才知道 是不是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監聽 監聽不是各種做法的唯一手段 要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監聽的話 也不在這個家事事件的 家事事件法 家事事件不在監聽 目前通心監法法的 通保法的這個 可以修啊 不是 那這樣符合比例 可以修就好了 那符合比例 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有因為這種 沒有 我就舉例啦 那類似監聽的手段 要比例原則 對不對 我說類似這個手段符合 你怎麼知道情況呢 那個 對不對 我提出來的這個修法呢 是一個大方向嘛 就是說 不要只看一種 對啦 剛才講繼續性原則 不是只有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幾乎都這樣 你是不是看所有的判例 幾乎 現在小孩子在誰 父親 基本判就判給父親了 在母親那裡 就判給母親 基本上這樣子啦 就我所知道 不是這樣 因為後面我們 後面有幾個原則嘛 還有 是不是嬰兒的母親 要優先在那裡 好幾個 我們是綜合食物上 那當然執意執行的是司法院 司法院講一下 那個 那個 家事調查官啊 這個用監聽是 感覺 沒有 我是舉例啦 就是 實際了解情況 你怎麼去 去那個 才有辦法了解 因為你這個仿視都gay 我不好意思都gay 很大部分 就表面文章 不要說作假 就表面文章啦 法官的方法上很多 他阻托相關的機關啊 或者相關的團體 或者甚至於個人 都可以 請他們去了解 他們 怎麼了解 大家是 剛才部長 部長親口講的啊 調查 他裡面就去問 你的學歷 大學畢業 田大學畢業 有沒有去了解 沒有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你們的家事調查官 人太少啊 家事調查官是哪邊 是保護部的 你們的 來來來來來 我們說五年要補到兩百名啊 以前啊 現在第一年就補六個而已啊 六個是今年考試啊 啊 現在總共補幾個人 今年考試有六個人 對啊 是報名的六個人啊 不是 不是報名六個人 因為 我們本來 高少需要十八個人 但是考試院的建議啊 十八個人不能一次就考足了 要分三年來考 所以今年一百年二年只考 我們不是五年內要補兩百名嗎 對 但是其他法院的部分啊 因為法院 組織法的部分啊 還沒有把這個框進去 那你倒不是這個無誤啊 我們對不對 五年要補 補兩百名 一名要十十名 還是有總員額一個 總員額框在那裡 總員額框在那裡 我們現在 家事調查官 請問你家事調查官做什麼事 家事調查官做什麼事 就是 協助法官啊 去做這個先前的一個 仿視的一個 了解的工作 沒有 我 我現在意思是說 你們這裡有很多的爭議啊 大家會爭議不休 就在於說那個仿視 那個不夠落實啦 就是你沒有辦法 去了解實際的情況 你大概都只能看 表面文章 實際問他 實際上的專業 我們還會再加強 對不對 實際上我們看到是很多這樣的 例子 所以第一個 你因為你有一個持續性原則 雖然市長剛剛講喔 還有很多原則 但事實上這個最重要的 我們了解 不然你就放第一個 想知道 就放第一個就是 這才最重要 子女意識尊重 再過來 那個嬰幼啊 都很簡單 嬰幼啊 這個當然是以母親為主啦 因為要 要哺乳來幹什麼的 這個 子女意識的尊重 子女小孩子 有時候 你也很難去講說他的什麼 所以 你注意看喔 這裡面所足 你注意看這個 雖然剛剛市長講的七大原則 是第一個啦 真的最重要是第一個啦 其他就要 一事一下而已啦 寫一寫作文 最重要就是第一個 法官基本上是先入為主 現在小孩子在手上 在爸爸手上當然爸爸最了解啊 對不對 所以 我要強調的意思 我覺得要強調 我那個監聽不要把他誇到 只是舉例 講個笑話 我說 說這裡面應該是有類似 類似美國的做法 是真的去了解 他不是表面去訪談什麼 訪談 大家也說好 大家也說好 那你訪談不出一個真正的story 我要強調這一點 我要強調這一點 你們兩位回應一下吧 沒有錯啦 市長 委員這意見是非常對啦 比方說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那個 家事調查官 那根據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的33條 他就提到說 家事調查官 成審判長或法官之命 就家事事件的特定事項 調查 收集資料 旅行嵌告 提出調查報告 出庭陳述意見 或協調聯繫社會主管機關 社福機關 或其他必要 以這個為例的話 應該是綜合性的來參考 當然你 趙偉的這個提案裡面也包括 他的提案 趙偉的提案 我是支持的 社公司的意思 也是要有的意思 第二給我請教 兩岸人民現在這個 通溫的很多啦 兩岸人民如果結婚之後 婚變了 子女的肩負情 要怎麼處理 你們怎麼處理 也是從最佳利益的來判斷 跟大陸哪裡呢 對子女最佳利益來做判斷 不是不是 那如果大陸那邊 大陸那邊 判 這個 爸爸贏 這裡判 媽媽贏怎麼辦 這個 大陸的裁判要經過我們這裡裁定之後才可以執行 他跟你報告 有沒有這種案例 大陸在判我們也在判的 有有有有 怎麼沒有這種情況 多的話怎麼沒有 來講一下 講一下 廖偉雲好 那目前就是說 兩岸的婚姻的部分 其實在司法院在九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跟海基會還有相關的政府公部門 針對兩岸婚姻的議題到對岸去參訪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兩岸就 有子女的監護權的著定的部分 其實都是謹守者 就是 那個原則差不多 最佳第一原則 對對對 你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那個部分就是 就 如我們剛剛護秘書長所提的 因為我們兩岸條例的七十四條有規定 你們也是要共同決定嗎 還是什麼的 共同決定 另外再開個會 共同決定 大陸的裁判 必須要我們法院裁定認可 才會有執行力 才會有執行名義跟執行力 他們比我們小就對了 目前這是我們兩岸條例 他們也同意了 他們同意了 他們同意了 兩岸都是依照這樣子的一個條文 他們的裁判要經過我們同意才算是 對對對 這個部分是雙方有共識的 好 這個你請回吧 好不好 這個 最後一個我想請教請教兩位看哪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到底 因為談到是監護群 那談到這些父母要走了 年終走了 那個財產的歸屬群 或者是他的遺產 到底DNA大還是 DNA最優先 還是說遺屬最優先 哪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DNA是一個證據 DNA不是判斷的唯一證據 它是證據之一 我們整部民房不是經過在DNA的繼承上 怎麼不是呢 我們遺囑還是歸遺囑 遺囑有效力 但是DNA本身不是遺囑 它是 它是在DNA 但是它只要DNA就有權力繼承 難道不是嗎 還要經過法院裁判 就是個案它綜合判斷之後 來做決定 因為DNA也是一個證據的 證據其中的一項而已 不是啦 但是子女 有DNA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判 但是 如果是因為DNA底下的子女孫子 他一定有嘛 這法律上定很清楚不是嗎 市長 法律上沒有直接定 因為他 非婚生子女要經過認領程序 民法有一個認領程序 DNA是認領的證據之一 沒有結果認領的話還不是 但是認領就可以分了 認領以後可以分 所以 非 非婚子女是一定可以分的 所以要認領啊 非婚生子女就要認領程序 那如果一方主張的話呢 另外他方面他有否認 這個讓主席上來 謝謝